多網友都想問健康上的問題 他就想問長期哮喘有什麼建議可以幫助 這個都幾大件事在醫學上 鄧麗斌死於哮喘 很多人都哮喘 很多人很奇怪很小時候都哮喘 空氣質素問題是不是 都沒關係 他有點偏差 有些人靠藥不是方法來的 搞一下藥已經受不了 他就收工 大家可以參考 現在在香港也有些人 或者喜歡發掘古代的方法 就是那個每一年有個三日 用那個天舊來依蠢喘 只有三天 三天 哪幾天 每一年都不同 他有三個日子 三個月每個月一天 他都不同日子 他用天舊來醫 那大家可以問中醫 打停什麼 那個是有效的 可以斷尾 斷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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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以前在西域 比較冷門的醫術 譬如我們在西域 有些法 是每年要選一個日子 才開始修詞 譬如我修詞 19天 我就要選一個日子 開始 等於你種米 種一些不同的水果 都有個時辰 但是如果醫酵喘 醉我所知是有效的 因為我的秘書 有些朋友 我叫他們選一個日子 斷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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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小朋友 如果你們有些年輕人 或者有哮喘 最好找一些中醫譜 他們有寫明 是有個天舊的 每年有三天 就可以幫忙 不貴的 我自己沒有事情都做過 我做過兩年的 沒有什麼事 我有少許知識管嚴 你弄一下它沒有什麼 它是強身健體的 嗯 它圍到百多二百元一次 所以它不貴